今天介绍白龙门城 介绍悠亚安民人 刘文辉 中华名归 卢军总将 加卢军上将线 总将是两颗星 虽然是两颗星 但是相守三颗星的待遇 相当于现在副部长 相守正部级待遇 副部级相守正部级待遇 是什么概念 1895年1月10日出生 1976年6月24日去世 在同时代的威人当中 我们找两个人出来对比 你就晓得刘文辉大概生活在啥年代 毛泽东 毛爷爷 1893年12月25日出生 比刘文辉大一岁 多一点点 刘文辉是年头生 毛爷爷是年底生 江家是江国院长 1887年10月31日出生 比刘文辉大七岁 新六 明文辉 直 直浅 好 冰语 发好 余佑 关于它这个子呢 直浅 有点霸气 乾坤直 直从天坤底 有些网站乱写 说人家叫子干 这简直是 翻题直到天坤 翻译上出了问题 完全是乱册 啥叫子干嘛 自己干自己 自己把自己干翻 干掉干死 自己给自己倒背就干背 不得这个道理战 刘文辉虽然不是亚安人 但是他有亚安印象很大 他出生在四川上大一岁 大一岁的刘家实力太大了 印象也空前绝合 近代四川历史当中 科医长说 大一岁的刘家 无人能比 绝对名门王主 有些书长说 出生于农民家庭 哪来的那么多农民家庭 那其他家长没出 刘文辉来 所以刘家 爷爷叫做 刘宗贤 刘文辉的爷爷叫刘宗贤 他有大伯伯叫刘公金 金就是三个日的金 二伯伯叫刘公金 金来的金 尊敬的金 这个二伯伯安逸 二伯伯有一个生生 叫刘湘 刘文辉实际上来 就是刘湘的唐叔叔伯 他实际上连起比刘湘小卤水 刘湘后来是在四川省正在 一副主席 1933年 跟刘文辉打了一掌 明和之掌打了一掌 一家人打仗 军队与军队之间打仗 这就说明那个时候的 军阀之间的生态 就这样子 虽然在儒家文化当中也总是家族 但是在地盘上 在礼仪上 在权力的天平上 亲戚关系 有一句四川话 就是算个球 刘文辉老孩 叫刘公仔 在安阳的仔 老孩一共呢 生了路过娃娃的 有些资料上说七个 但是可能是路过比较准确 其中老五 最出名 解放过后 虽然是刘文辉是领练不当副部长 但是他的五国比他名其大 他的五国是哪官 大帝主 刘文才 所以这些年来 刘文才的故事 关于刘文才的讲述 很有争议 有人想给他反感 说他是大善人 为当时这个习康生的发展 做出了无人替代的贡献 这个可能在一定程度是真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他 就是最大欧击大帝主 没的话说 刘文辉就是刘文才的弟弟 亲弟们 刘文辉从小就读诗书 人之初行本善 那个诗书 这四川有很多很多这种诗书 川局里头就有个 不乃读书的徐治愿 这个就搬上线条 嘴巴上你刮个顺口流 春来不是读书天 夏日奄奄正阔面 春天不能读书 夏天太热了 要睡觉 秋游文从冬有冷 收拾书香好过年 刘文辉人家肯定 不是徐治愿那种坏娃娃 他读书可以 所以他14岁就进成都 四川路军消缩 现在消缩阶段已经 没得这个简直了 没得军下 那个时候 所以清末 洋务运动之后 全归国盛 都大量的行办西式军下 主要是模仿得归日本 希望呢就强归 从强军开始 1911年 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年 刘文辉就到了山西西安 靠近了西安路军中所堂 路军小小成都都 路军中所在西安都 可惜我给你 所以没有读完呢 就轮回家了 第二年是1912年 就干脆到北京 就靠近路军第一中所 这个就这样讲了 多了两年之后 1914年 修成成都国 靠近了包顶路军云关所小 第二期炮兵库 包顶军小就太狠了 太厉害了 黄埔军小给包顶军小逼人 就是青狗子 小娃娃 小咪咪 黄埔军小在包顶军小面前 基本上我就不知一提 包顶军小 1902年创办 校长就要嚇死你 三人校长 封规章 段祺瑞 江北利 厉不厉害 学生当中 就包括江戒是本人 江戒是手下八大金刚 又路过 是包顶军小出来的 称称张志忠 柳子 古主统 称积成前大军 厉不厉害 所以 柳文辉就是从这种军小出来的 所以柳文辉这个人很传奇 柳文辉跟压安的关系呢 首先是1933年 他给他那个唐智尔留乡打仗 他输了 就退售压安一代 其次就是1939年1月1号 当时国民政府成立西康省 深圳府主席 就是柳文辉 习康省的首富就在压安 所以这个虽然是大以前的柳文辉 但是这辈子民众就跟压安有关系 当然 这个当时呢 习康空农是当时权归最穷的身份之一 因为毕竟是你在 四川盆地到西藏这个高原 清藏高原这个台底的上头 等于是盆子边边上 你穷是很自然的 你低的条件决定你 经济状况 刘文辉在压安留下了很多故事 虽然他这个19年之后去了北京 官版我刚才已经讲了 中华人民共和规律也不复复 但是我说的压安话 我是压安老乡 我就是喜欢用压安话白龙门人 我就愿意讲他跟压安有关的故事 但是白龙门人也要有点依据 这个也不能乱开黄枪山 所以我接下来准备开一个系列 就首先从刘文辉本人的字述开始 选择一些内容 一边读一边体会 所以就敬请大家 关注刘文辉系列 我就这两天开始干点事情 可能有点精彩